光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了推动中小企业成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 平台均营行 历经了26个月的运量 并且举办了北花莲成乡价值整合平台的成果发表会 同时也为台九线旁全新的北花莲转运展节目 为广大游客呈现北花莲在地元素还有应用生活的丰富内涵 光榮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推动中小企业成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 计划平台进行为台九线旁的全新北花莲转运展节目 为了广大游客呈现北花莲元素以及应用生活的丰富内涵 光榮企业应用园区的临近台九线与台11线的腹地优势 进行城乡价值串联与整合 以自身产业创新应用熟悉资产 凝聚北花莲城乡物产新价值共创创富的在地元素 在进一步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城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之下 连接北花莲为主的在地厂家 北花莲区域的产品地区特色的产品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平台销售出去 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目标呢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就是要把人流导入 所以呢我们就把我们台九线的围墙给拆掉 然后呢让出一大片的地区域跟台九线联合在一起 那希望呢将来呢透过园区的一个产业博物馆 光榮博物馆产业故事的导览 然后石之屋呢目前进驻在地的商家将近有八十家 那透过联合行销的方式 我们把台九线三的元素大三的元素 透过园区呢 因为我们园区比较大 所以我们是前面是台九线 后面的话就是台十一线 未来的台十一线 目前是一九三 那透过这个园区呢 因为我们本身从石材做到海洋深层水 那透过这两个山海的元素 再加上我们在地进驻的商品 所以呢 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转运的机制 让大家国内外的游客 更认识我们北花林地区的一些风土民情特色跟产品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有跟进驻厂商 我们辅导进驻厂商开发多种的 不管是浴石 猫眼浴石啊 或是蓝浴水 新款式的 甚至皮件啊 然后这个海岩罩啊 然后还有这个五行的刮沙板 开发出各式各样 以石头跟海洋深层水为主笔的产品 那将来呢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研发这些产品 提供更多花莲在地特色的好产品 来分享给我们国内外的游客 有五百人的会议场所 也是在这个转运站的周遭 所以将来也会导入我们在地的原住民的特色的五道 特别是我们区域里面的泰伍格族的这个部分 这个目前都在这个 呃 恰商中 那也请这个我们花莲的相亲好朋友 将来有空的话就来我们这里做一做 那我们会准备更多更好更丰富的产品跟内容 来分享给大家 为了呈现计划 请期望达到整合平台的目标 执行团队期间不断思索 如何以前来北花莲的民众 期间最多元丰富的在地内涵 以北花莲转运站打破台九线引元器之间的界限 虽然目前没有国外团客 但近期新奇国内旅游跳岛的行程 若能够以团体分众分流特色化 相信在地计划所建构的坚实基图之上 行数被花莲封茂为地方生活记忆 新一代传承的创生延续 也希望能够达成董事长真心雄三年来 五十周年期的兴趣之下 光荣成为百年企业的历史宏愿 记得中文新鲜会道